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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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般若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射离子 射不亦空 空不亦射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射离子 射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争不减 事故空中无射 无受想行事 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射身香味处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世界 无无明 亦无无明镜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镜 无苦即灭道 无智亦无德 亦无所得故 菩提撒都 依波罗波罗密多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近涅槃 三世诸佛 依波罗波罗密多故 得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 波罗波罗密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 波罗波罗密多咒 即说咒曰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真接地 菩提撒佛 阿妞多佛 请放长 各位同学大家早 那我们 我们 复习一下上礼拜的 6月17号的部分 我们上到 这个 世 世青写 这个季色论的序的部分 那我们上礼拜 还有看了一段故事 这个故事各位应该有印象 应该很生活化 这是黄庭坚的故事 虽然 我们不一定会向他知道我们前世怎么来的 但是透过他的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就是人呢 在灵命中的时候你有三年 马上呢 你就去投胎了 而且你会转身的比你上一辈子更好 因为他原来是一个女 女重嘛 但是因为他学火吃素 然后没有结婚 然后又很孝顺 就基本我们人的五戒他都做到了 所以呢 他往生以后马上呢 就去成为一个男重 然后又成为很会读书 不过他的书在前辈子就已经读过了 那就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来学佛呢 一定会把今天学的这些经论呢 带到以后 所以说这个种子呢 已经种下去了 什么时候因缘成熟会让你去开悟 不知道 不过呢 他就是一个呢 蕴藏在你的种子是里面的 很好的敬慧 应该像我们上礼拜而教到敬慧 就是清静的智慧 所以呢 听文活法就像在人生的旅程中的充电 就是说你的中继站 因为你人生旅程很长嘛 什么时间你该休息一下 我们每一个像我们高速公路都有休息站 那你要去给自己一些充电的力量 让你在人生的旅途里面呢 更好再往上的力量 所以这个 不管你今天听到是一句话或一个故事 都是对你生命有所启发 因为呢 你的心改变 你的态度就改变了 你的态度改变 你的习惯改变 习惯改变 你的性格改变 你的人生就整个都改变 所以呢 要从点到线到面 都要你自己呢 一点一滴的努力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好像呢 来听课没有什么样 其实呢 就在这个八世中呢 无形当中呢 就慢慢在熏悉了 好 那我们从据色论这个颂呢 第一颂呢 其实第一第二第三呢 都是我们的序 好 那诸一切种诸一灭 我大概呢 再解释一下 这个诸第一个是指人 就是呢 诸重到一切种诸的 是所得所依的是怎样人 是活菩萨 他们都诸 他们都已经证得一切种诸 一切种诸是 就是整体的空性 跟呢 世间千差万别的这些 身螺万象的智慧呢 他们都有了 这个一切种诸呢 诸一切种诸 他能够做什么呢 可以灭掉呢 无明 那这一灭的无明里面算是 他这边的明是无明无知 是呢 诸代表有两种 一种呢 是我们 叫做呢 不染无无知 这个是 声闻原觉 比较难断的 因为他们还没有 成就 菩萨行圆满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 身螺万象的世间呢 千差万别 还有一些呢 可能是八万四千法门 还不见得他都学完了 所以呢 他认识 知识呢 的缺乏 所以呢 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 那只有活 他可以灭 不染无无知 包括呢 我们怎么去介绍 不染无无知 还是呢 类似呢 我们的习气 我们的习气呢 也是一种了 不染无无知 因为 有一些阿罗汉 他已经证得罗汉果位了 他可以证 他可以灭掉染无无知 但是呢 他的不染无无知 还是呢 没有灭 那活呢 他是全部都已经圆满 所以诸一切种诸名灭 指的是呢 活菩萨的智慧圆满了 那第二章 这个是指声闻圆绝呢 他指呢 灭掉的是呢 染污的无知 那染污无知有哪一些呢 我记得上一次 好像有请同学看过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章 这一章里面 我看一下 我干嘛 好 这一个 我们的根本烦恼 就是我们的染污无知 好 如果你十个根本烦恼都断 那可以证得罗汉果位了 对不对 但是他里面含瓜两样 就是一个贱或一个失货 贱解的部分就在这个位置 他比较呢 明显 好 就是说 这个人的见地观念 你跟他讲话就知道了 他比较容易断 那这身贱 边贱 斜贱 贱取贱 跟借进取贱 所以他比较粗浅 那细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不染污无知里面虽然还有微细的习气 但是这个粗的贪嗔痴 痴慢 若你正的身为原觉 到罗汉的圆满果位的时候 这十个烦恼节呢 是根本烦恼 他叫做染污无知 这都要灭了 所以是见货跟失货 那我们上礼拜的 禁汇随随行 下一句开始就是禁汇随行明对法 这禁汇是怎么来的呢 是在这个前面这五个 在建货上呢 都完成的时候才叫建货 所以我们的汇呢 汇心所本身呢 是在大地法里面 好 那但是汇心所里面不是全部都禁汇 好 针对我们上礼拜的禁汇随行明对法呢 这是叫做恶慧 恶慧就是这个人有一些邪之邪见 身见边见邪见 见起见跟戒进起见 好 这是见解上的烦恼 不过呢 这个烦恼 也若你今天呢 是修行者的话 这些基本的见货呢 都要清楚 才能呢 再往上修行 所以这根本烦恼里面 这是我们的二会的部分 这是身见边见 这个上次有稍微介绍 身见的话 执着有一个人跟我 这个是我们人呢 来投身的时候最大的 这个邪之邪见 好 这个邪之邪见 是最难破的了 好 那我们接着呢 互习上次的部分 对法藏论 所以呢 前面是呢 注意切种 朱明灭 罚众生出 生死灵 敬礼如是 如礼是 我们要呢 尊敬这样子能够气里气机的 这个无上导师是哪 活菩萨 然后呢 对法藏论 我当说 那我们接着要解释的是 对法 好 什么是对法呢 好 接着尽会随行明对法 清静的智慧呢 它就是对象什么 真理 这个法呢 就是我们的真理实相 好 然后这帐呢 因为巨色本身呢 含瓜的一身六足 好 等一下后面会介绍 所以到这里呢 是我们的第一颂完成 好 前面的部分 第二颂从这里开始 根据呢 对法 我们的上礼拜解释的是 清静的智慧随行明对法 随行各位知道吧 好 国王的出来的时候 有随行的侍从 好 一样清静的智慧呢 一个会心所 会心所 就会呢 连带很多好的 这些心所呢 优质的心所会出现 不是刚刚那个二会哦 这是晋慧 好 然后呢 他们都会一起出现 所以你当你起一个二心所的时候 二念的时候 这些不好的心所也会跟着出现 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是很重要的 好 吉能得此诸慧论 好 而且呢 还能够呢 得到的是呢 慧 哪一些 文师秀慧 我们刚刚的黄庭坚是申得慧 他上辈子呢 已经呢 学习过 一些呢 知识 他一般的世间学 他还学过 然后呢 他活法也有概念 所以呢 他后来 黄庭坚也学活了 对 他说 是法 有法是真 他有头法 可是他觉得他修行 也在修行 好 然后呢 是俗 是脱臣 好 那物生外生 对 其实他呢 还是呢 因为上辈子的这个学活的因缘 让他呢 有在呢 下一辈子再继续呢 启动他这个学活的DNA 好 那我们看六十四页 请看一下 《据色论诵讲记》六十四页 那我们的第一个 净慧随行是什么 就是圣意的阿比达摩 自信对法 他是无漏的慧根 代表是每个人都有 好 这是自信对法 这就是根本的阿比达摩 根本的阿比达摩 然后呢 下一句 吉能得此诸慧论 有慧有论 慧呢 有文师修还有生的慧 好 然后论呢 就是一生六祖 所以呢 在六十四页的 从前面算过来 二十四六 第八行这里 六十四页第八行 好 圣意阿比达摩自信 是无漏慧根 这是叫做根本阿比达摩 以此呢 他还可以呢 因为我们的生德慧 也是在这个地方嘛 好 再来呢 就文师修 这是有漏三慧 吉能得此诸慧论 还有哪一些慧呢 文师修的慧 还有生德慧 好 这是第二次阿比达摩 然后还会再起 有漏的三慧 哪一些诸慧 这是一生六祖 所以诸慧论 就含瓜的 第二次阿比达摩 第三次阿比达摩 这样子 好 整个 都有了 所以你的 这个 净慧随行的时候 你有根本阿比达摩 你还会呢 引起你的 生德慧 文师修的慧 那这些又来自于方便对法的论 就是我们的一生六祖 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就有资良对法又有方便对法了 世间所学的 像我们今天读经论是活菩萨留下来的 这些罗汉他们的修行的经验 古仙人道基 所以是有实修实证的写出来的论 不是凭空捏造的 那这些呢 就是成为我们的资良对法 我们修行需要有资良 对不对 就像你要去很远的地方 你要带粮食或准备呢 怎么样的一些交通工具跟物质 那这个要修行的时候就是有这些东西 那我们上次也看过这一个 这个呢 应该各位都有印象 这个在基硕论里面讨论到 世慧修行的时候 就是生德慧 文德慧 师德慧 修德慧 要从方便加行 方便加行是什么 就是要从清静 我们要开始守戒 因为你戒清静的话 你的心清静 你才有办法开始进入 见解上是正确的 所以文师修 然后文所成会是 叫文 文法而成的智慧 思维 然后呢 修禅定的 所以呢 文师游以后呢 还要靠禅定 把你所文 所思维的 做什么呀 观照 观的时候 要观禅是怎么来的 要与善心所相应 刚刚这个敬慧就是一个善 你要跟你的善心所相应的时候 你才去观哦 你跟二心所相应的时候 你不用观 因为那个时候你是凡夫习气 你观出来一定是有贪真识的 所以呢 文师修呢 就是 要在呢 清静的时候 所以一定要守戒 那我们的智慧呢 就像这个圆心 中间是生的慧 然后呢 再往外呢 一个一个扩展 再来呢 去听闻佛法 闻所成会 然后呢 再呢 思所成会 然后再由呢 你所思维的法义呢 再去修正 修所成会 像是 我们如是渐进呢 就可以成道了 所以生的慧是代表呢 之前具备的 之前具备的就是我们上礼拜看到这个 所以你这辈子的功夫呢 绝不会堂坚的 那这个后面呢 在季社论里面就讲到这个了 武庭新官呢 思教文所成会 试念著的别相念处跟总相念处 试所成会 这等一下后面呢 再看好了 先把我的呼吸部分先看完 那这个对呢 他一先解释的是 解释这个对法 有对象跟对观 那就能跟所 能跟所 就是说 我跟对方 这个电脑对我来说呢 我现在是用它来上课 所以能是我 所是呢 对象的地方 所以有能有所 就是有一个相对的 那我们这边呢 是从呢 对象是呢 对象的是一个方向的是什么 是我们要对象的捏盘 那能呢 应该要有像刚刚这个无肉的智慧 敬会是一个因 它是能 所对象的是捏盘 对观的话呢 是 我们要去观嘛 那你又用你的心 对不对 所以能观的是我的心 好 那我们刚刚讲 这个心要清静的 时候才有无肉智慧 好 所以一定是由戒定会 戒先开始 然后对观的是呢 苦极灭道 好 我们的这个 基色论所观的都是呢 是圣地的 好 所以他这边呢 安节 那个章节的安排也是照这样 那我们这个队呢 就是要引导我们去走向了无肉清静的智慧的开发 好 请问一下各位 你每天跟哪一些东西在一起知道吗 我们五位七十五法 除了三个 五位法 不可能你现在有五位法 你每天跟七十二法在一起 你自己知道吗 你不知道 对不对 那我们要透观 透观的时候呢 就是透过你的清静的心呢 去观察你现在呢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心 所以他为什么会把它分析成七十二法 就是让我们了解 好 我们上次讲 因为这一些呢 维系的心呢 我们自己没有察觉 只能透过戒 定 会 还有呢 他们呢 分析的 抉择的 这些内容呢 来让我们认识 然后抉择呢 佛所说的四圣地之理 然后最后呢 达到呢 这个 捏盘 还有呢 我们用四圣地去观 所以会产生的果对法 跟境界对法 是这样子来的 这里都要解释对法 有对象对观 然后呢 一个呢 对象是对象呢 捏盘 对观是观呢 四圣地 那我们这个法 是呢 存在呢 宇宙里面任何事物的 最小最小的性质 如果你对活法的 不能理解 是可以知道的 为什么 因为明相很难 明相了解完以后 明相了解完以后 你不见得也能理解 为什么 因为你还没达到那个正量 所以呢 只能说 我们还不清楚的 我们就是先放下 你大概了解 他的文字意思 当你修正到那一天的时候 你自然呢 就是 言以道断 心形出面 自己呢 心呢 就可以体会了 那这里的法呢 是认识自信 不是我们的大生活法 那一种抽象的剥弱 不生不灭的法 所以呢 他的法还是在 事物分析到 最小最小 没有办法 失去的那个单位呢 叫做圣意有 所以他还是在 有违法里面的范围 是这样子 但是他后来修行的时候呢 透过72法的分析呢 让我们了解 我们有这些心理的现象 然后再超越到无违法 好 对法呢 所以他这边呢 有圣意对法跟法相对法 圣意对法就刚刚讲 我们的果对法 对的是捏盘 然后呢 这个是呢 境界对法 用呢 四圣地去呢 学习法相法 好 所以对法总共呢 只有三成的意义 体的话呢 就是我们 这个宋句里面的 尽会随行明对法 这也就把这个体讲出来 你一定是呢 有没有二见了的敬会才有办法 所以他就要自信对法 然后呢 他出现的时候呢 一定也有呢 眷属对法 就是同时出现的心跟心所 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可以证得的是呢 无漏的五蕴 无漏五蕴呢 应该 这个 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事 这个无漏五蕴呢 是透过文字 分析 但是呢 你要证得 你才了解无漏五蕴是什么 对不对 敬会对法 这也要叫自信对法 他脱离了烦恼的系服的清净智慧 那这个基本呢 性质是能够简责 是对呢 世间出世间法 你都很清楚 世间的一些现象的本质善恶 然后出世间的解脱道 你也清楚 所以他的敬会的简责呢 是包括世间出世间 你都能够正确是取舍 然后随行呢 是有下面这些了 总共我们上礼拜算过 28是把呢 智慧的这个会制呢 清净的这个会呢 他也是一个心所在大地法里面 本来大地法里面有10个 我们现在呢 如果你看到是这一张表的时候呢 他就变9个了 因为我把这个 我们的会先出来 其他的才会出来 这边是随行嘛 随行的只有28 但是呢 是因为国王出来 这28个怎么样 随从才会出现 所以呢 这个会是先有 净会随行28嘛 出现了哪些呢 要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都跟我们修行有关 第一个呢 道共戒的五表是呢 你已经达到的是呢 至少是出国 出国的罗汉了 那他呢 就会呢 因为他的正量 让他呢 不用了去呢 很刻意的守戒 自然呢 就心跟身都在呢 戒的范围里面的 道共戒五表 五表就是呢 看不到 但是呢 他却呢 依附在我们色身里面 因为呢 你要身体呢 去怎么样 实践 修行 你才能成就出国罗汉嘛 对不对 好 那你正道 你见到了 然后这个力量呢 他就会一直持续在你的心中 好 然后呢 他会告诉你什么呢 是呢 正确的 你该做就有净会的意思 所以净会里面一定就有道共戒五表 好 这是色影里面 然后在心法里面呢 我们的第六意识 因为没有心王这些呢 心所也不会出来 一定是善心 所以第六意识也有 好 再来呢 行运里面的心所法 大地法有九个 大善地法有十个 不定地法有两个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就稍微呢 解释一下好了 好 第一个呢 作义 受想是好 我从受开始好了 我们的受呢 其实这是后面的课程 大约讲好了 我们的受呢 我们的情绪里面有什么 喜乐跟不苦不乐 所以他这边呢 受心所本身就有苦乐跟舍受 那苦呢 就有生苦 那心的话是忧虑 所以五四六四 好 前五四的话呢 他直接呢 就摄取静 他没有呢 第六意识 心呢 第六意识的时候 才有喜跟忧 还有呢 不苦不乐 好 这是呢 跟外境接触的时候 你会产生的 好 这些 不过如果你是在修行的敬慧的时候 你的心应该是对于这个苦跟乐受呢 都是很清楚的 好 那想呢 因为这是大地法 所以都会起来 但是本身呢 他没有 如果他是敬慧的话 是相应的是好的 这个是去取外面的敬 产生一些概念 就像你现在来听课的时候 你听了 然后呢 你就会把这个 成为一个概念法 好 然后把这个外境呢 取向在一个心里面的概念法 是想 内心呢 就会有显色形色 跟语言的概念都是在想 想心所 然后这个 施心所 是发动的 发动的 他呢 就是会 让友情的意思呢 去做 照做 做一些事情 好 那就会发动你的力量呢 去做这件事情 好 所以对外境呢 有一个意志反应 那有善 有恶 有无忌 无忌是不善 不恶 去推动 推动 其他的 那我们如果是在敬慧的话 一定是在善心所 去推动 你去 照做 然后这时候呢 你的身口意 就往这个 亲近的地方 去相应 好 诗呢 是异业的体 是异业的体 好 那这个时候 你有一个善法欲 希望呢 自己能够呢 修行 离苦得乐 成就 所以这个欲呢 就是往善法欲 这边呢 去相应 好 相应 好 然后圣解 圣解就比较特别 他这边讲到呢 是当你对这个佛法呢 因为呢 你前面这个善法欲 你来听经文法 你了解了 然后你就会怎么样 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坚固不拔的这个殊胜的理解 这个殊胜理解 会让你增加你的信心 因为你有了正确 肯定的认识以后呢 不管遇到什么什么境界来 你都不会动摇 有人告诉你说 今天呢 去别的地方 会更好做其他的事情 你不会的 因为你会对呢 佛法的信心不动摇 你觉得你该上课 你就会来上课 那所以呢 他这里讲说 其他的什么事情 都不会去动摇你自己 原来的信心 这叫圣解 是对境界呢 殊胜了解以后呢 产生的信念 然后能够深刻理解后 达到内心肯定的作用 这个是圣解 所以我们在那个 等一下无漏的五蕴里面 解脱 解脱里面 他就要有 以圣解为题 就是因为你对呢 佛法的殊胜的了解是呢 已经 很清楚了 好 再来这个念呢 对于你之前学过的 或修行过的好的东西 你会呢 清楚念念不忘 过去曾经经验过的 你能够铭记不忘 那就像今天是 如果你是观呼吸 你的正念 那如果你是念佛 就一心不乱 所以呢 时时刻刻你的所缘目标 就很清楚 如果这个呢 就会相应到 后面不定法 有两个寻事嘛 寻呢 就是不断的一直找一个目标 让你的心呢 一直跟这个目标呢 去相应 投向这个目标 那修安纳班纳呢 他就是会全部的相应心所 就是一知呢 投向了这个目标 寻心所就会成为一个正思维 所以你有正念的时候啊 他就会引起你的正思维 对缘呢 不会忘记 好 那这样就会产生了三谋地 好 定心所 在五漏五蕴里面 所以这些虽然是大地法里面 但是还是呢 会成就 能够帮我们成就道业 好 保持呢 心的一尽性 我们的心呢 会源于境界 好 那介绍这些做什么 让你们知道 你们要多多利用 你们这些好的 心所 对不对 刚刚讲七十二法都跟着你啊 那你要让善法增长 恶法减少 那你就多多开发你的善心所 对 多多呢 把这些呢 培养出来 好 这样你才能一知呢 往这个解脱的方向去相应 好 才能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心呢 常常呢 会攀缘或是望念 所以这时候你要让你的心安住在一个境界 要不然呢 你的心念 呃 就会呢 跑来跑去 这个 呃 我们的心 常常是呢 呃 没有办法呢 很清楚的明洁 好 这个 呃 所以在 呃 基斯特论 他们强调的是呢 一定要修定 是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 为什么你前五四是限量 当下你现在在看 在听 在闻 可是你的心怎么样 现在在看你还可以望念 很厉害 所以呢 他们觉得第六一四才是呢 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 好 那你要训练到自己呢 能够专注于静而不移动 好 这样子 由此心所你能够精神集中 好 你的才能呃 呃 成就你的静慧 清静的智慧 好 世间的诸法有善有恶 有然有净有德有失 有邪有正 好 那你如果没有辨别力 没有抉择力 你就会怎么样 没有办法呢 呃 成就 好 所以呃 这里讲到凭自己的观察力 去抉择 这个观察力就来自于这个慧心所啊 我们刚刚讲 这个善心所相应的观慧 好 还是要慧嘛 那这个观察力 好 你才不会呢 随便呢 别人讲什么你就听什么 所以慧心所呢 就很重要的 好 大善地法这些呢 我大概呢 讲一下好了 我们等真正进入这个 呃 跟品的时候再详细介绍 好 所以你的信心呢 就会呃 增加 呃 认可这个境界 对于呃 三宝 四圣地 善恶因果 现前的这些呢 你都会呢 能够很有信心 好 不放异 然后这个呃 身清安心清安 你才能呢 怎么样 呃 去 休息嘛 好 因为你的心要你的身 怎么做的时候 如果你的身不清安 好 他呢 就没有办法听这个心 所以当你的呃 我们上次这个 顺便看一下 这个至关大义 里面有个清安 翻到这个地方 在四十八页 所以当你的静坐来到这个清安乐的时候 你一定就会自动的喜欢修行 也不用别人去后面呃 呃 告诉你什么 好 所以身心清安 那可是这个呢 是呃 怎么来的 是因为静坐才能感受到 因为我们平常的身心是很粗糙的 然后这个心也跟着粗糙 当你身心都是呢 很维系的时候呢 然后又很清安的时候 你代表你的四大条和四十八页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呃 正是智者大师认为 这个行修行者已经达到了 初产的时候 我们身心中的 已经开始有怎么样了 不是预界的 不是我们预界这个初造 是色界天的地水火风 所以我们的身心会觉得很快乐 好 那所以这个扇心所里面的清安是怎么样来的 还是要透过禅定 前面的三眉 三眸地 所以呢 这样子的感受到的清安呢 就不是呢 呃 一般我们世间这个 所以通常呢 我们在生了皮肤病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这个色身很出肿很痛苦 好 那呃 这种快乐呢 还可以呢 再提升叫做三眉乐 好 三眉乐 三眉乐的时候呢 就是 呃 已经了 不是人间的快乐了 好 已经超越预界了 好 但是呃 他意思说 在三眉乐的时候呢 你的色身战时会在定中感受不到 好 这是三眉乐 好 你也不会喜欢人世间的五欲之乐 自然你就会离 这个定供戒 刚刚是道供应 定供戒就会出来了 好 所以禅定也会让你产生 呃 不喜欢这个欲乐的这个戒 呃 戒体会有 好 那在五十页这边呢 还有看到 他说 如果你不是 语 修禅定 你是念佛念到阿弥陀佛的光呢 来照你的时候 念到一心不乱 那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得到清安乐嘛 好 只是他跟三眉乐不一样 好 不过这个只能怎么样 自己体会啦 好 所以说活法为什么难 难在哪里 你要去修正 你要去体会嘛 我们只能是传达概念法讯息 好 给各位 所以你没有感受到的时候 你就很难理解 你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好 所以 嗯 问了没有用 要怎么样 听了以后呢 你不懂的时候 你先放下 等你境界到的那一天 好 你自然就懂了 好 再来呢 看到 这个等一下再来把它看好了 好 我们先把这边看完 那舍呢 就是说 行义里面 就是我们安住在激进里面的平常心 这边受呢 里面的不苦不乐就是这样子 那你心就保持平等 好 不会呢 呃 呃 被这个苦或乐呢 所左右 然后惭愧心也很重要 好 因为呃 你会自己时常去审查自己嘛 好 禅是对自我 好 至于审查自己 是不是在身口意有什么不合肤礼法的 然后愧呢 是对别人 好 有没有呢 对别人对不起别人的 好 然后无贪无称不害 好 这个无贪就是跟贪相反的 好 你自然呢 对这个愈呢 也不会有爱然 也会厌离 所以跟我们修禅定也会搭配的话 你自然就会 呃 远离 这个愈 好 欲望的 愈乐呢 就会远离 自然这个贪呢 就会 所以在出禅就可以扶住贪 好 扶住贪就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呢 秤也是被扶住了 好 他就是 呃 会 有这个慈悲慈敏心 好 不害呢 就是不恼害众生了 好 那再进一步的不恼害众生是什么 就类似悲 就是想要给众生快乐 好 好 那就会很精进的努力呢 去修行 好 这些都是大善地法里面的 我稍微提一下是 多多开发你这些善心所 好 多多把它呢 开发出来 然后呢 你的这个修行呢 就会 每天呢 越来 烦恼越少 越进步 这样子 所以他之前讲 因为呢 这些大善地法中的 大善地法是这个 但是他没有吃 是因为 因为呢 他已经是会了 净会 当然会的时候就无吃了吗 好 所以这一章是给各位同学看 原来大地法里面的会在这里 那我们刚刚这个把会提到最前面的进会随行 所以会在最开始这里的时候这边就没有了 好 那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过那一大善地法跟大地法里面 你看这里呢 三谋地 这是大地法 会心所谓是大地法 大地法 但是他们成就的时候都已经是界定会解脱解脱之间 这是在摄影的体了 成就的是无漏的无韵了 好 最后呢 解脱之间 就是断尽所有的烦恼 好 那对法的体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叫做第二第三个阿比达摩 就是我们刚刚看六四页的第二次第三次阿比达摩 是呢 吉能得此诸会论世俗的阿比达摩 是呢 哪一些呢 就是有方便对法 就像呢 我今天 要到呢 一个地方去 我需要有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就是让我比较快速的到达的方便 那达到了我们的究竟解脱呢 就不需要这些方便 所以在过程里面 所以呢 需要的是文思修生的会 还有呢 资良 这些论 慧根论诸会论 这个慧根论 所以呢 它是呢 叫做吉能得此诸会论 也叫做呢 这些慧根论是也叫做阿比达摩 只是他们叫做呢 世俗的阿比达摩 那这 这边这个就不用再讲了 我们刚已经看过图了 这四个呢 获得无肉真治的基础跟主要途径 所以呢 叫做呢 方便对法 方便对法 那这一章呢 就在把我们的文思修结合八正道 八正道是我们在原始活教里面活陀的实践 实践部分 世胜第十二因元是告诉我们理论方法 好 然后呢 八正道呢 是要实践的时候呢 这边你看到文呢 他呢 本身就是呢 政见 他是呢 培养信心 做这些事情 听经文法 然后清晰善事 那思的时候呢 你就开始要是思维法义的 你要了解 这八正道里面就是正思维 正思维呢 也很像我们刚刚的寻心锁 因为寻心锁里面就是你的心呢 先固定在一个目标以后 然后你要是 是呢 是一个人质旁 一个司机 就是你在旁边的静静的去观察 如果看比喻一只鸟 鸟在天空飞一定要拍动翅膀 拍动翅膀是许 他开始要拍动翅膀 他才飞得上去 然后他在天空不断的一直在拍动翅膀 这就是 等于呢 他呢 已经呢 进入呢 一个固定的所缘目标 他心已经很近了 然后他可以在那个所缘目标 不断的去呢 思维法义 他这个静静的观察 所以寻室呢 在我们刚刚的 介绍的部分还没讲到 不定地法的寻室嘛 这两个也是呢 我们的静慧随行的 新手 然后这个德 德的话呢 他是五表色 你会得到一个戒体嘛 那个戒体呢 就是你 因为你有去呢 这个受戒或是呢 修行得到禅定的时候 你有三昧乐 清安乐 那一种德是看不到 但是他会相似相续在你的身体感受 有心也有这个感受 那这边 正思维是解 性解 然后行的部分呢 就在呢 整个八正道里面的部分 然后我会特别用这个黄色的地方呢 是因为整个呢 闻思修 闻所成会是听嘛 那思所成会是思维 不过呢 在清静道论认为呢 你有闻所成会 思所成会 你没有修所成会 还是没有办法成就你的解脱道 为什么 你只有在观念上改变 可是你行为没有出来 但是你要成为行为的时候 我们知道人的这个习气啊 是很难断的 那所以一定要在这个镇定 就是你要先修禅定 你的定力够 你的修所成会 才有办法呢 先扶住你的五概 然后从五概再慢慢呢 去生活里面去修正 因为我们会在呢 历境队员的时候 常常呢 我们的习气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这边特别写深口意 所以这个意最难修了 我刚刚讲 你现在虽然在这边上课 我讲的每一句话 你或许都有听了一清二楚 可是有可能挤 你忽然间念头跑掉的时候 有两句你就没有听到了 那看你的心呢 的定力有多强 所以这个意念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那修 修正定的时候用熟悉或念火 然后你的正与正业正命呢 因为你的意是清静的时候 身口就比较容易呢 在合肤那里 这个界的范围 还有一个正念 就是你有正定以后 你还要时时刻刻保持正念 正念的时候你要不贪不撑不吃 所以这个意呢 部分是修首成会比较困难的 那你这两个有之前面这个 就比较简单了 所以整个八正道呢 其实也离不开文、诗、修的部分 最后是正的 就把它呢 整个再串在一起 再下一张 那我们这个资良对法就比较简单了 就讲到呢 我们透过活陀的这个论 这些论其实是活讲的法里面呢 再去把它做抉择分析的部分 一生六足 这两个呢 就一个呢 境界对法是 就是观的是四圣地 果对法是生意 是涅槃 整个全部呢 一起出来的时候呢 圣意对法呢 是自信有净会心锁 眷属对法是呢 随从有心跟心锁同时一起出现 你一个净会就有二十八个 清净的心锁全部一起 然后呢 方便对法呢 是诸会 就是文师修身 一定要有文师修 你才能成就 然后呢 这些呢 还要依据这些论来修行 然后在我们的圣意对法 它就产生果对法 然后世俗对法就产生了境界对法 就这样子 整个呢 是这一张我记得我有印给同学嘛 所以我们的对法杖呢 对有对向对观 对向圣意法 对观法向法 然后呢 法的部分从圣意法 法向法呢 来到这个法 法又分这两层嘛 对 是苏圣的还有呢 我们依佛陀所开示的这些呢 法去修行是苦其灭道 苏圣是达到的捏盘 那巨蛇呢 本身是呢 他依据了一生六祖 然后 他又含瓜这些 好 所以下一句呢 就我们叫做呢 色彼圣意 依彼故 含色这些呢 苏圣的义礼 然后他本身呢 又依这个一生六祖 来照这个论 所以此利对法据色名 所以他把这个 我们今天呢 要介绍的据色论 叫名称 这个是别的 叫对法很多 对法论很多 里面的一个个别的 叫据色的这个名称 所以一指寒长的 一指的是呢 一生六祖 寒长的 也是一生六祖 那这边呢 特别要讲一下 士卿在照这个论的时候 他标榜自己是归有部 但是呢 就是刚刚讲一生六祖 七论 实际上呢 他跟据色论有的直接理论 奄源的关系的 不止这个 还有什么 阿含经里面 因为他会往上推阿含经怎么说 还有大匹菩萨论 对不对 因为呢 发誌论后来呢 他的内容不够 再照大匹菩萨论来解释 然后他的纲要书呢 是参考杂心论跟心论 所以看这一张图 我们以前看过 这个箭头是最源头的地方 一生六祖 这样来到这里的时候 发誌论呢 在为了解释发誌论 我们再照的是大匹菩萨论 大匹菩萨论两百件太多了 所以呢 内容太繁杂了 有人又写了 法圣又写了阿比坦心论 所以从这边再推来这个地方 那因为呢 这个心论又太简单 又有人写了杂心论 那我们的记色论是 把这两本作纲要书再参考这些 所以他的涵瓜不是一生六祖 这边都全部都有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 有阿含经世阿含 还有大匹菩萨论 还有呢 杂心论跟心论 对法原来是发誌六祖大匹菩萨 这些论的教说 他的意思是含瓜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论 都惯有阿比达摩 阿比达摩 阿比就是有一个对 达摩是法 对法就是对向佛陀讲的真理 那记色论呢 因为含藏了他们的教说 所以呢 又依他们来造论 所以这个论呢 很殊胜的议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大匹菩萨论 发誌论 六祖论的殊胜的议理都在里面了 所以叫做对法障 障论 就是障里面含瓜一生六祖 又含瓜他们殊胜的议理 那别名呢 此立对法 聚色名 聚色是单独这个对法里面 我们再别立一个呢 叫聚色的这个名称 叫阿比达摩聚色论 那阿比的意思呢 在最原始是直觉 直观 现观 现正 所以七十二法告诉各位同学是 随时你的心 起心动念 你起了什么样一个大战地法 还是大烦恼地法 你要马上能够直觉直观 透观自己的心 那这个 才有办法转世成智嘛 对我们要把它转掉 所以达摩是法 就是七十二法那些内容 那阿比达摩呢 就是要深入法训去宪政 马上呢你要直观 所以圣者把体政的方法跟境呢 都依世俗做我们的五位七十二法这些分析 然后呢地址就可以依他这些来分别 然后文思修契路法性 然后可以呢 解脱正德呢无漏的智慧 但是后来也变成了抉择法门分别法相 重明相的解释成为论障的通明了 好 好那等一下好了这一句等一下 先休息一下 好那接着讲这个第三颂的时候 先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说 我们每天跟西十二法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没有察觉嘛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些心念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转动我们的活性的DNA 就是刚刚这个敬慧 我们才不会被这个虚妄的第六意识去指使 然后我们的我之呢就去做错误的这个行为 所以要培养这个当下透观的这一些能力呢 观照 除了刚刚讲定以外还要了解嘛 然后文思 然后我们修才能帮助自己马上去觉察 然后你去转 所以这些呢就是要拿一些有利于你修行的你要了解 那不利修行障碍你的呢 你就尽量不要让他有因缘产生 这刚刚是阿比达摩是限官限政嘛 当下这一念你要看好 你才能够呢 察觉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七十五法里面刚刚讲的 现在再加以这一句序里面就说 因为这些呢就让你能够责罚了 若离责罚定五 若是呢你离开这些 七十二法或是七 因为七十五法其他三法是学行修行已经达到五维法了 当然五维法的部分呢 我们也要了解 若离开呢这些折法的话一定呢你就呢 要去呢脱离轮回是很难的 能灭诸祸盛方便 这些呢能够让你灭掉你的这些 生死轮回大海的烦恼 而且它是呢很殊胜方便法 所以呢 游祸世间飘游海 因为这些祸呢 会让我们不断在三界里面轮回 轮回的大海 因此呢传佛说对方 他觉得这些都是佛说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课本的部分 好请翻到七十二页 七十二页 如果我就上次讲 今天在讲 如果你还是不清楚 那就要请你自己努力看一下书 还没有搭配你看书是不太可能光听我讲你就听得懂 除非你的升得会非常的好 那我想也不用我讲了 你自己就可以 好那我们看七十二页这里 他就讲能若离者法定无疑 这边四句里面前三句呢是解决第一个问 第一个问题是问什么呢 是在我们七十二页里面的倒数第五行 课本倒数第五行二二四 第五行这里 作者呢射笔伊笔都是呢一生六足这些的书生一灵 造成这一部伟大的对法杖 那他的意趣还有目的何在 就是呢对法杖是谁 好就前三 这个我们刚刚念这四句里面前三句就讲 那他说首说对法杖者呢 这是第二个问题 他说这个的意趣跟目的是何在 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倒数第五行下面 就是说要想对法杖论是目的是因为呢 落离者法定无疑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远离 好 然后呢 这个烦恼 所以责法是抉择诸法之为 所以他的答案是在我们最后一行的下面这里 造论的意论是折法是能抉择诸法的智慧 若离者法定无疑 好 是说他的造论就是要让我们有一个遵循的目标去判断 有智慧去判断 用智慧所卷折的是诸法 所以折法是智慧的意名 若是离开智慧就没有办法脱离轮回 因为这个句子是上下的 能灭诸祸甚方便 定无疑 无疑就是说没有办法呢 帮助我们脱离轮回 诸祸是一切烦恼 好 那这个意思说 我们下面看他讲说一切的烦恼 若离者灭定无疑 好 那这里的诸祸是一切烦恼 它能够灭掉一切烦恼甚方便 好 那在我们的小圣 后面据说论会讨论到八十八十的见祸 跟八十一品的失祸都会一一介绍 它会让我们在山游的生死轮回飘荡 因此烦恼会让众生受苦的根源 解决烦恼的唯一力气 无过于智慧 所以呢 若离者法定位 意思说只有智慧可以 所以如果你外道也修定嘛 他们差在来他们没有官慧 那活法就是 所以活法的智慧是很重要 才能彻底呢 断烦恼 然后脱离生死的源流 所以我们的一跟二 这一段的下面就是我们这一句 第一句跟第二句的意思 它写在下面 就是若离者法定无余 能灭诸祸甚方便 假使离开了清净无漏的官慧 决定没有其他殊胜的方便 能够解决烦恼 这一个白话的意思是 我们若离者法定无矣 若离开了清净无漏的智慧 这者法是这个晋慧 智慧 你没有办法有其他的方法 殊胜 没有其他的殊胜方便 能灭诸祸甚方便 然后能够解决烦恼 接着下面它这个地 所以这边它把三句放在这里 就是这个是它 这三句是说明它为什么要造这个论 然后让我们不要再因为烦恼在世间飘荡轮回 所以众生是因为货业苦 由货然后往外冲动以后造种种恶业 而漂流于山游的海中 所以自己中间这一段 佛法就以解脱友情生死为目的 所以呢 虚实求解脱的每一个友情 获得殊胜的无漏会 以法相 就是世胜地的开示 如理抉择 若不能得敬慧抉择诸法的形象 就不能认识一切法 也不认识诸法 我们就会起烦恼 我们的诸法就刚刚讲的七十二法嘛 它法五位七十五法 里面的七十二法都是呢 跟我们生活有相关的 除非你成为圣人 你后面的三五位法才会出现 当你认识了这些法的时候呢 它会一一分析让你去认识 我们为什么会有起烦恼 所以众生游或向外冲动 造种种的恶业漂泊于山游 所以这个 这边呢就是讲它造论的目的就是 前面这些敬慧随行是很重要 若离折法定无余 能灭诸祸盛方便 游祸世间飘游海 然后最后这一句呢 史明对法史上的传承 传活说对法 那对法的人是谁呢 创说的 最后就是说 他讲呢 一正统的这个大毗菩萨论的论诗里面讲 是活在各部经典里面散缩的 后代的法治论跟六族的学者呢 把活所散缩的对法把它呢 收集起来 然后呢 把它整理 加以组织成为有系统的论述 所以就变成我们看到的一生六族 那他这里就讲说 谁造此论活世尊造的 他这里就把它呢 推上是活所说 但是后面他 因为论主用了传字 你有看到这个传 因此传活说 所以论主不太认为是 都是活说的 他用这个传字 后面会解释 那大德呢 加多也尼子 就是我们在六十七月看到 法治论就是他写的嘛 他做这个工作 一生六族 因为一生 这个生特别重要 这是法治论开始的 好 等于呢 这个法就他也集了一些活说的无常 诵的诵句 以及造这些法句批一经 等等的一些经 然后呢 就是 这个是英明学 他们会中英语 就说用这样来推 是说这个论呢 是呢 活说的 那其他人也会在结集 其他的部分 好像呢 所以用这样来推 其他的这些法句经啊 还有无常诵 这些是活的 所说 那这个论呢 他认为 以这个英明学的量 来成立的时候 认为他也是呢 作为推演的历史 是活说的 好 那他下面讲说 英明的部分 就前面他这个讲的部分 好 那圣政理论呢 他就有一些意见 设立子等诸大声文 亦无有能于诸法相如履剪则 事故此论所依的根本 阿比达摩定是佛说的 就设立佛阿比达根 跟我们在六十七月里面看到的 第一个就是 是我们的设立佛写的是呢 吉一门族论嘛 他认为说 这些呢 还是他们去根据佛说的 做呢 论的 所以 因为圣政理论本身是怎么样 是说一切有不 里面打击 反驳 世青的 聚色论的 所以呢 他一定会呢 主张 还是佛说的 好那仲贤的 就刚刚这个圣政理论就是仲贤写 仲贤论师 抬出佛的直接弟子 以证明佛说对法 因为设立佛是佛 最亲近智慧第一的弟子嘛 更加强他的威势 但实际上 这只是有部学者一脉相传的传说 如在其他学派看来 则认为呢 对法是佛 佛子所作用 不是佛所散说 因为佛当时候没有文字记载 就是善说 佛很多的这个教导的内容呢 结集起来的 把他的善的部分结集起来 那论主用呢 这个传说就表示不信任佛说对法 不信任佛说的对法 所以圣政理论称 这里又讲说 金主称船 贤是不信任阿彼达摩是佛 这也是论主的意思啊 称这个 这边我讲的还是跟我们课本的一样 所以是因为他这边他把这个颂 颂就是无问字说的乌陀南颂 是十二分教里面 他就把那个无常品的这个颂 也把它加进来 那这个 我们这个应该在晚课常听过嘛 四日已过命意水简 如烧水雨 事有何乐 就是无常品这个 那法就把它选在这个法聚经里面 他们就把这个是认为佛呢 开示众生的 所以他认为 因为呢 这样子中英域 就可以推出呢 这个我们的聚社论的内容 也是佛说的 不过我们在以后呢 的这个聚社论里面 只要你看到一个传说 这是代表 这个因为这个序文是谁写的 世青 所以世青呢 对于这个说法不认同的时候 他就把它写一个传字 他说就是呢 只是呢 一种传说 而不是呢 可以证明确定的说法 他就用传字 所以代表呢 他认为是他们一脉相传的传说 而不是真正都是佛说的 好 那我们等一下要静坐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一本 《止观大义》里面的部分 好不好 所以 这里还要强调的是说 打坐不是说 目的 你坐在那边不动 然后呢 心念集中 因为你心念集中 可以成就很多的事情 是你呢 平常闪心的时候 所没有办法成就的 当你心很专注 你看 世间人要去表演那种 特技表演 都要很专心 稍微有一束缚就会掉下来 或是呢 失败 更何况我们是要修行 要断烦恼 要察觉自己的念头 更需要 所以呢 但是呢 当你心很专注的时候 你事情是做的效率比较高 那一样你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 你心的专注力 它就会把你的 这一个 心的观照的 这个解析度呢 就像放大镜 我今天用放大镜来看字 跟我用一般眼睛看似不一样 那放大镜就是你在心很亲近的时候 你透视观照力呢 会特别好 所以在这边呢 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呢 侧见十项 然后断板脑 所以在五十页的倒数第二行 学禅的目的是成就波罗波罗蜜嘛 那我们是借用这个 它这个是用很多的天台的某指观 也有四禅波罗蜜的部分 但是它有讲到四面处 反正只要跟我们修禅 或对我们修行有帮助 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提升 然后我们看到它说 是为了成就波罗波罗蜜 因为呢成就了波罗波罗蜜 你才能断烦恼 你才能得胜道 才能得涅槃 如果呢 只是得禅定 而不得波罗波罗蜜 那才是生死凡夫 所以我们刚刚讲 这个外道定 所以定呢可以供外道 但是只有呢 是有观照这一块呢 是佛法有的 外道所没有的 好 那虽然呢 他五欲 好 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你只有禅定 那你还是有很重的 这种欲望的时候 这欲的种子还在 死后你还是会生在三界里面 好 看我们刚刚这个欲我也介绍了 有欲心所 但是他为什么是好的 是因为他不是在五成 五卓二世的这种 成卓里面的这种欲望的乐 而是善法欲 你要成佛 你要成就 你要修行解脱 那也是一种欲 只是它是一种善法欲 那这个地方呢 他的欲的种子 他讲的还是呢 三界轮回的欲乐 死后会生在社界天 他或许录了刚刚讲的三昧乐的时候 他很喜欢这个四禅的禅定 这样的执着又会让他进入了 色界天 或者五色界的定 所以你要有智慧 你才不会怎么样 被在那个地方呢 产生执着 而智慧呢 又更加的重要 所以佛教徒得到了禅定以后 在禅中呢 修波罗波罗蜜 的皮佛夏娜的观 就能够呢 断烦恼 得胜道 如果没有得到禅 他们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刚刚讲 修所成会一定要有镇定嘛 就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 如果内心散乱犹豫 他这里说 没有得禅 我们内心散乱犹豫 而去学皮佛夏娜的观 力量不够 也不能断烦恼 或许你还没有清静的这个 心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 要跟善心所相应的观子 这时候你的心呢 不是在善心所 而是跟一般的散乱心一样的时候 你的观其实是凡夫的观 还是没有用的 若是得到禅定以后 在禅定中修行 剥弱的观才容易断烦恼 也容易得到出果二果三果四果的阿罗汉 所以这个 但是你要了解 子跟观呢 你要出定以后才做观 在子当中是没有办法观 因为我们刚刚讲 子的时候你心是专一的 心思的时候 你是集中 我们心一次只有一个目标 不可能说同时又要做观又止 所以你在子的时候 他当下就是专注而已 然后呢 你要止到一段时间 你在呢 出止 然后呢 做观 下面呢 提到的是呢 这个地方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一下呢 聚解脱阿罗汉跟慧解脱阿罗汉 差在哪里 慧解脱阿罗汉就没有下面这些 因为他有靠智慧 但他的定还是要达到某个程度 要到聚解脱阿罗汉的时候 他的禅定力是够的 然后他可以呢 断生死轮回的力量很强的时候 还可以呢 产生神通 所以下面讲到呢 修止的利益 还有讲到神通 不过如果有得到清安乐的话 对一般人来讲 他就已经是呢 一种修行上呢 很好的一个呢 资粮 为什么? 他会让你很喜欢去静坐 自然你就会去静坐 好 那我们看到这边呢 天眼是什么样的情形 就是假设现在登全关 你还是一清二楚看的 一清二楚 不会有障碍 然后这边我们有四大神舟 好 有的人他可以看到虚明山 好 这些他都全部看得到 好 太阳下山五世叶 他也能看得到 然后看到呢 中阴生日流展地二鬼 这些都是 好 那天耳通呢 是语言上的啦 他的听力很强 很远很远的地方 也能听到 所以我们有个故事是说 有一只蚂蚁他不小心摔断腿的时候 在那边挨挨脚的时候 有个大师听到 另外一个没有听到 哪一个境界比较高 有听到的 好 这个是葵姬大师的故事 有时间呢 再介绍 那我们在曾经呢 在禅修的时候呢 有同修讲 就说他在禅修的时候呢 他很安静的时候 然后忽然间呢 他就听到有蹦蹦蹦的声音 原来呢 他的旁边就有一对呢 蚂蚁大兵在那边搬东西 所以他们就会听到 是代表他的天耳通稍微呢 有出现了 他会听力特强 一点点声音就变很大声了 然后他心通 是了解了别人的心念 就是别人心里所想的宿命通 宿命通是过去式的 有的人可以了解很多式 那佛陀呢 他就可以有宿命通 所以他可以观这个人的素式音源 而度化他 了解他最喜欢的 有的人呢 特别喜欢的东西呢 就是用这个音方便法去度他 他呢 就跟这个很相应 然后他很喜欢观的是呢 一朵金色的莲花是因为呢 他曾经呢 在上位置呢 是在打造金的这个商人 所以他对金属的东西特别呢 有喜好 所以这一次呢 他叫他观呢 一个金色的这个莲花呢 他很快就成就了 所以观素是通呢 也可以帮助一个人的修行 然后再来生如意通就是可以飞行 无障碍这样子 不过现在因为科技发达 这个生如意通也很简单嘛 你搭飞机 对不对 然后呢 听耳通就是手机啊 好 有一些通就开始 也会 因为科技的发达 好那下面讲到四点的波罗门 就是讲到这个故事 他读很多书也很有学问 然后辩才无碍 一个叫波罗门的人 然后他会找人辩嘛 他想说要辩赢佛门的沙门 所以他想说 他才能证明他自己辩才无碍 好 那这个人很聪明 当他听见这句话以后 他就去调查沙门里面 要成就自己的辩才是跟辩倒对方嘛 他觉得说跟沙门辩就可以了 所以他就去找 找到呢 想说探听的结果是智慧最低 周立盘特吧 这各位都知道嘛 因为他前一句讲 后一句就忘记了 好 那可是呢 他很努力修行 对不对 好 好 还是呢 在扫地的时候 他就一直扫 扫他的新地 扫他的无名成垢 后来呢 他就也证得罗汉了 好 那智慧最高是舍利虎 他心里想说 那找智慧低的来 来这个辩好了 好 那刚好遇到他在那个 寺院里面 好 就跟他问这个问题 好 他说 这个 我们互相辩论 他就说可以的 好 何况你这个盲无目者乎 好 他就回应他 我都能跟泛天辩论盲无目者 那这个试典波罗门听了 就说 你说盲无目者 那请问盲跟无目有什么差别呢 那这个周立盘特 就是他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但他有神通 他就在虚空中打坐 那这个 看到神通也会起功近心嘛 用神通度化他 但是他都没有讲话 这时候呢 摄立活尊者 因为也不要破坏活门 让外道认为说 他们被辩倒了 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 就也一样 来到这个周立盘特的地方了 就把周立盘特隐藏起来 自己变成是他的样子 坐在那里跟他变 他问说 你是天还是人 他说 我是人不是天 那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男的 然后 他问说 你是男 那跟人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没有差别 那这个时候呢 摄立活尊者抓这句话说 那你这一句话说的不对 人呢是 总名 但是有性别的差异 有大海 大人小孩啊 然后这 难得你的只是一种 其中的一种性别而已 你怎么说呢 没有差异呢 所以刚刚讲的 这样子盲跟无目 他讲无目就是没有智慧断烦 盲就是我们的眼睛嘛 但是他这里讲的是 善恶果报 他把盲的层次讲的比较低 无目就是没有眼睛 讲的层次比较高 如果他要引申到佛法 就是呢 我们的 剥落智慧里面是呢 是什么 剥落智慧 六度剥落智 是最后这个 就是我们的眼睛啦 剥落像眼睛嘛 所以最重要的 对 那这样子呢 既然这个四点 伯罗门就相信佛法 而且还得了出国 那你们想 为什么这么快 要还是要禅定 因为他有定 然后破他的结的时候 会一给他的时候呢 他马上呢 因为心很静的时候 这个会呢 马上好像呢 一针见血吃破他的 这个无名的时候 他马上就开悟了 就是我们讲说 瑟利佛跟穆建联尊者 两个呢 当时候都来 郭伊国门的时候 他们本来也是 都佛罗门外道 为什么一下子 他们就会 因为讲了 马上比丘讲了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 常坐如是说 他就可以马上也一样见到了 一样真的出国 一样 就是他们两个都有 在外道修禅定 修得很好了 所以呢 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是当呢 时间因缘够的时候 会一进来 然后呢 你马上呢 就破见 照破了你的无名 他就见到了 所以这个也不是呢 从天降下来的 什么这么快 好像我们都很慢 其实就是个人的福报因缘 我们先看到这里 这也强调是说 还是要请大家练习一下 请坐 好 上次我们这个部派的不同 他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法义内容 我们大概介绍到 三世有跟现在有这个介绍完 然后第二个一念见地跟次地 像是跟修正有关的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再介绍一下 那一念见地就是类似我们 达摩 不是 是慧能 慧能它是顿悟的 次地的话是见修的 神秀 身是菩提树 心是明镜台 施施勤浮施 勿施惹尘埃 那就是次地观是圣地的 那这个部派他们会有不同 这个比较强调是心念 一念里面可以顿悟 所以这个比较接近大众部 这个是我们说一切有部 是这个念 次地见地的 有关修正的内容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一个顿观跟见观 所以你现在看到观制 就知道 这个就是在活门里面很重要的 观是部分 因为观可以断烦恼 那一念见地是在正见为先导的 这个修行当中 知苦断即正灭 就是见灭得道 是我们的苦即灭道 是他在见灭地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一个从苦开始观 然后再观即 然后再观 再用道修道正灭 他是一下子就看到灭地了 就得到了 然后下面这个转法轮经里面 转法轮经是活陀初次开示的经典 就是他刚开始正悟以后他讲的 那三转十二形象 所以三转十二形象就变成了 后来我们在这个看到十六行 见到十六行 在《法治论》 加瞻眼尼子他也有十六行 他就依这个转法轮经里面 三转十二形象去 一刹那之间十六个星层次都经过 就见到 所以在知苦断即正灭修道 下都说是要正思维 那因为正思维就是我们这个观 你思维的时候 思维法义思维你在苦地 在人间所察觉到的一些现象 那这个时候你伸出眼智明觉 如果你在《阿含经》里面看到这个字眼 是代表眼睛在经典里面代表是 他要有智慧的意思 所以跟智慧明觉都是同样代表了 见到位的圣人了 见到位圣人 他已经破了我们前面 今天一开始上课有五种二戒 身戒、边戒、邪戒、戒戒、戒戒、戒戒戒 他没有见解上的不清楚 没有二会了 他是清楚的 所以就要掩饰明觉 这四圣地呢 在这个修的方式是一个一个的产生智慧 所以别别生智 别别入入 那就要先见苦 然后才能得到 这个有步的修行方法 所以他会 四地十六形象的方式去观 那有两态 我们刚刚讲一个是 一念见地是大众部的 就是顿悟的 然后赤地监悟是说一切有步 他说这两派呢 都没有说哪一个对或不对 那因为众生有不同根性嘛 一样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 也是呢 有一些人他是 会顿悟 其实他也是修了很多事的时候 到那一次因缘成熟了 那以缘起来讲了 这个苦极 就是我们都是以缘起法来建立十二因缘嘛 那苦极面道也是在缘起法里面 苦跟极 就是我们先呢 看到了解了这个苦以后 那我们要了解苦以后感受到苦 你的升官苦以后 你要去呢 把这个极的原因呢找出来 你才能解决 所以先要把极解决掉你的苦极灭 好 这就要先理解这个因果相生的道理了 然后你才灭烦恼 所以赤地见地呢 是看到四胜地而得到 一心见地呢 是看到灭地得到 但是看到灭地不是代表他前面的都没有 而是他在灭地的时候 当下苦极 道地 苦到 苦地极地跟道地呢 都从始呢 已经呢 完成了 所以他这边我特别用一个红 红的框起来是 一心见地得到的时候 他是骗之 不是光只是知道灭地而已 他是骗之四胜地的 但赤地呢 是 他呢 从苦开始观 官无常苦 所以经典上呢 有讲到活真帝子呢 法法成就 戒成就 三昧成就 智慧成就 那后面这个 法法成就后面这五个就是 五蕴 无漏的五蕴 戒成就嘛 三昧成就 智慧成就 跟解脱 解脱止戒 这是经典上的文字 所以呢 阿罗汉一定要有什么 无漏的五蕴 这五重 就五分法生 活也是有这个 那在这个无漏法当中呢 会是一个根本 所以呢 出入地理的时候呢 这个四圣地的道理的时候 叫做知法入法 得法眼镜 得镜法眼 或广说为 所以看到这个就是 镜法眼的意思 就是 见法 即见如来嘛 所以见法 就是见到呢 法的话也就是见到了 那这边就是讲到呢 我们的 得到三秒 这里三菩提还是正觉 那佛陀是三秒三菩提 这个差在哪里呢 这个 如果你见到的时候 只达到正觉的时候 这佛教的术语 三菩提是正觉 下一章会出现 你看看这个身为原觉的时候呢 这边三菩提是正觉 那佛陀是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呢 另外一个三秒是指觉他 自觉以后然后又觉他 然后觉醒圆满是无上 觉醒圆满的时候就是 自觉觉他都觉醒圆满 所以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是行 是讲活 就是自觉觉他圆满 那如果刚刚我们看到呢 演至明觉呢 这只达到的是呢 三菩提而已 三菩提本身代表正觉 是呢 正觉是自觉而已 好 如来成就是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这里不一样 好 跟正出果 这个是我们经典上的名词 好 现在了解以后 你看到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去翻那个活血词典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戒身呢 是如来的身口意 都远离一切过非的时候 叫戒法身 所以五分法身是无漏的五欲嘛 所以 道共戒本身就得到了戒的法身 定共戒呢 是三菩提 他得到的是呢 你能够呢 清静的自信呢 不会被呢 这个外外境所扰动 远离一切妄念 是定法身 慧法身呢 是这个我们的清楚明觉呢 时时刻刻呢 都不会呢 被这个无明或是呢 不清静的所扰动 好 观达法性 所以是慧法身 是根本制 然后解脱身呢 是这样子达到了解脱的所有的烦恼 无尚爱解脱法身 最后呢 解脱之见是呢 连这个法都要放下嘛 禁制无生制 他达到不生不灭的智慧了 就完全没有染污 一样 这就是这五个 五分法身跟五漏五蕴是同样的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而已 这是道共戒 无表色为体 然后是定心所会心所胜解 所以今天我们看的 这个五味七十五法 到时候那个表呢 会寄到同学的信箱 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介绍那些心所 还有 这些都是大地法的时候 产生出来 前面这四个 最后才会达到禁制无生制 好 在意理方面呢 世青 我们现在再回来 季色论里面的修正 因为我们要讨论是季色论嘛 他呢 其实他偏向是金部的理论 不是呢 所以我们今天刚刚看到最后一期 传活说对法 他认为世青的不认为完全是活说的 有一些是金部他们的见解 好 因为呢 所以他在这个季色论里面 他有一些是以金量部的这个议理呢 来做一些解释 那这边他用这个字眼是应孙导师 他觉得呢 他不是真正的在拥护说一切 他是表面上是三四十有法体横存 实际上呢 内容里面呢 其实都是金量部的 好 那说阿比达摩是我所中 因为一开始如果没有这样 人家会不看是因为在修正方面 世青他要遵循的是阿比达摩论者的定 我们刚刚讲定很重要 因为这些都是呢 长期修正了 多数古的长期修正 成立的一条修正的道路 所以你今天看到阿比达摩里面 教我们四第十六形象的观法 这些呢 见到时候八人八子 都是呢 他们修正过的内容 他们把它变成论来教导修行人 所以呢 他觉得他要遵循的是一个呢 曾经有很多人去修行过的路 然后证明也是真的 他才去取 那所以他要修行的定呢 是用我们刚刚讲说一切有布 他没有取金部 因为金部是当时候是一个新兴的宗教 当时候呢 他的思想是比说一切有布更先进 但是呢 因为呢 金量部的修行的方法 还没有很有次第 还有很有长时间的修正的这个考验 所以呢 他的修正跟现观次第完全呢 都是用有布的 那所以他这里讲金部的缺点就是 他还是一个只是呢 新兴起的这个布派 然后思想比说一切有布更先进 所以他就用这个修正的方法就用有布 然后金部是的一些呢 义理他才用他的 论道修正呢 如果离开过去的传统 就离开我们刚刚讲说一切有布呢 后来呢 有一些 因为他的义理太深了嘛 很像在做那个分析讨论的这个金教的部分 然后后来呢 他们有布的一些呢 辟医师就是为了要把这个佛法广传 就是要讲一些故事啊 说一些故事持经辟喻 然后让一般人比较通俗能够理解 所以说一切部的辟医师的传承 还有分别说 分别说部也是上座部里面分出来的 其实他比较接近大众部也是说一切有布跟 他意思说如果离开过去 他那个时候呢 有一些呢 是说一切有布跟分别说部的传承的话 就会变成空白 意思说修正一定是要有所依据根源 然后有人修过的 就没有办法秉承 就所以呢 他是不能凭理论去开创这一种修行方法 所以你看到论里面写的修行方法 都是有依据啦 他不是随便写的 所以你们如果觉得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是这样子去修呢 是因为我们的界定会还不够 不是呢 是怀疑我们自己不是怀疑论 要这样子 好 那我们看到呢 在说一切有布里面的见道是观世帝 对苦疾灭道 然后产生无漏的忍跟志 好 那忍是呢 认可就是说这个 我能够接受苦地的这个道理 这个加一个颜色旁是承认的认嘛 就是呢 我能够认识 然后呢 我也能够呢 接受 好 那你在这样子一个 这个心里面去观察的时候 产生的智慧断发 所以各有八种是见道的十六星 我们刚刚讲 他是用转法轮经里面的四地十六形象 那他延续的是从什么 法治论 法治论里面就有这个 有关呢 十六星也是呢 他是这样建立一个道的次地 十六星也是一刹那里面 不过呢 法治论是按照呢 阿含经里面的转法轮经 三转十二形象这样子 次地去安理 所以刚刚讲这古先人道基 所以看到八忍八字 这个也是呢 我们刚刚讲 很多罗汉他们修行的时候 不过这个时间很短 一刹那之间就通过了 前四个是忍 是认可印证 以后呢 会在基础论 在详家讨论 我现在先大致介绍 所以听不懂没关系 以后会出现很多很多次 然后认可印证欲界 欲界的四地 欲界里面就有苦地、吉地、灭地、道地 对 然后呢 这个苦法忍 这个呢 认识了这个苦地下的真理 叫苦法 你安忍在这个位置以后呢 然后他就会进入了一个智慧 下面会看到 他的苦法智就会出来了 苦法忍苦法智 我们先看一下这张表好了 这张表呢 就会出现在可能我们的第几册会 我不知道 具色论诵讲究在第几册 这里呢 你看欲界跟上界是色界跟无色界 欲界里面就有四个嘛 苦、吉、灭、道 紫色的部分 然后第一个心就是我们刚刚讲苦法忍 但是他加智跟没有加智都可以 苦法智代表你还没有进入智的时候 你还只是呢 接受他、认可他 然后呢 这个心有以后呢 第一颗心以后 无间道就是马上 无间道是没有间隔 马上呢 就进 所以刚刚讲十六星多久 一刹那 见道的时候呢 前十五星 最后第十六星就进入修道 这样子呢 就进入见道尾 所以这个地方 无间道有以后呢 就马上进入解脱道了 那这无间道跟解脱道怎么样不一样 无间道是断烦恼 解脱道断完烦恼 解脱道断完烦恼 五间道再断 所以第一心呢 在呢 看到苦法忍以后呢 马上得到苦法智 然后接着呢 来跳来这个地方 再来呢 这个都我们遇界的 因为上二界在另外一个位置 这个地方会把苦先写 也是因为如果你进入的是上二界 上二界就是跟欲界不一样 色界跟五色界 它跟我们很类似 所以叫苦类人 苦类智 所以呢 它进入的是第三星跟第四星 因为呢 在苦地下呢 有欲界跟上二界 全部都断完再进入极地 好 那就会产生这样子的十六星 再回去 文字上的解释就是 前四者的人 前四者是哪四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都是欲界 欲界里面有苦法忍 习法忍 灭法忍 道法忍 他意思说 前四个人呢 欲界的四个人呢 是观世欲界的四弟 他呢 叫五间大就在观 然后他就会产生后面四个 因为人可以印证 不好意思 前面四个是欲界 后面四个是呢 上二界 色界跟五色界 然后呢 他们就再加一个类字 叫苦类人 吉类人 灭类人 道类人 分别是 出来是哪一界 然后这样叫八人 加上呢 上二界就变八人 前四个是欲界 后四个是色界跟五色界 八人呢 可以断 三界 如果你今天听不懂 通常静坐完以后 我是介绍新的 下礼拜一定会再介绍 先听一次 然后我会把这个奖义寄给你的时候 你自己还要再看一次 听不懂也是正常 没有关系的 好这个八人呢 正断三界的见惑 三界里面的见惑 就是我们刚刚讲十六星是 就见道了嘛 所以他断的是 一界色界五色界的 都的见惑都全部要断 你才能算是见到啊 你见到就进入圣人之流了 所以呢 五间道 八人正断三界的见惑 所以是五间道 忍 然后你这个时候呢 见惑一段 见惑是哪些 身见 边见 邪见 见 夕见 戒进 夕见 今天的二会那一些 观照很清楚以后 就你会有八字 苦法治 己法治 灭法治 道法治 苦法治 己法治 灭法治 道法治就出来了 然後呢 上二階又叫苦類治 極類治 滅類治 道類治 是解脫道 所以忍呢 是治的一個因 因為你要在那邊認可 接受 相信 然後呢 你升官以後 認可了以後 你用這個智慧去斷 斷了煩惱以後 你才來到解脫道 所以呢 才會產生治 所以你會看到就這樣子 苦法忍以後 才會產生苦法治 這個在斷煩惱 這個已經斷完了 那他把這個苦地都寫在一起 所以一次呢 三界裡面的苦地下的三界的煩惱都斷完 再斷呢 極地下三界下的煩惱 再斷滅地下三界 不過他這個應該是 我們通常這個滅地是最後 道地呢 斷三界下的煩惱以後 達到最後滅地 不過他的章極安排是按古極滅道這樣子 所以憲官御界四地的治呢 叫做法治 我們剛剛講苦法治 極法治 滅法治 道法治 所以是法治的意思 那現官色界 無色界的治就跟我們御界很相似 叫類治 類治 類治就類似 這個類似先前的御界 所以法治 類治呢 又各有忍跟治 所以這樣就八忍八治 再解釋一次 忍治呢 認可 接受 然後呢 你認可接受 你才會用怎麼樣 用你所升官的這個智慧去斷煩惱 你才能斷除煩惱 才產生 斷除完煩惱 你就多了一個智慧嘛 斷一分煩惱 就增加了一個智慧 所以呢 法人 類人 他們都是五間道 治呢 是來印證真理 所以法治 類治 解脫道 所以十六星當中呢 前十五個是見到修行國位的御留 御留相 為什麼 因為前十五星還沒有完成 到第十六星的時候 才把全部的十五星的程序都完成了 第十六星就進入修道 代表前面完成的時候才見到 所以這邊叫相 往這個方向走走走 最後呢 達到了目的地 所以御留相是呢 御入聖人之流的方向 還沒達到呢 出國 所以發去修正的歷程 部派會有不同的一些說法 那紀社論所說的 雖然也引用了經部的說 經部的一些說明其實是好的 所以呢 釋青論師就把它加進來 但是在這個修行的方法次第啊 跟說一切爾布是一樣 說一切爾布講 見到十六 十五星是見到 第十六星修到 他就依這個方式 來 跟他們講的是相同 然後我特別用紅的畫起來 有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 身心遠離 喜足少慾 住四聖種 能夠養成隨性解脫行 隨性解脫行 因為你要修行 第一步呢 就是要先有這些 你要身心遠離一些惡元 惡友 惡因緣 然後你要呢 喜足少慾 就是呢 欲望很少 然後知足常樂 然後住四聖種 住在怎麼樣 一滿足聖種 食滿足聖種 臥聚滿足聖種 臥聚滿足聖種 最後呢 樂到斷 樂很喜歡修行斷煩惱的這個聖種 這樣子叫聖解脫分 才會進去 好 先看一下 會進入三 這個也叫做呢 這三個叫做什麼 要進入我的五庭新觀以前 先要有這三個 你的五庭新觀 才會開始修得很好 讓自己成為能修能正的根器 因為 我們是叫道氣 我們利用這個色身來修行 如果你的道氣呢 沒有這些條件怎麼修 好 所以要順解脫型的生活 真正修行呢 開始就要這樣進入二甘露門 我們剛剛請同學練習的是專心的時候 如果是五庭新觀 是屬席 好 如果你念活的話 也是在這個地方 自散亂 然後呢 再來呢 不靜觀 是因為呢 一開始他們在修行的時候 用不靜觀的時候 貪心可以治 但是呢 因為會呢 厭離自己的色身 因為我們色身都不靜 那他們修行到後來會看到自己的內臟的不乾淨 所以呢 有一些阿羅漢就會自己傷害自己 犯了這個殺戒 所以佛陀又開始了這個屬席搭配 兩個平衡 有時候用不靜觀 有時候用屬席觀 然後這樣子呢 其實五庭新觀的庭式 讓我們心先止下來 這五個是 讓我們先呢 把這個心能夠止一處 暫時呢 清淨 所以這個時候 能夠對峙的是 貪 撐 吃 因緣觀對峙與吃 戒分別觀對峙有一個使我的概念 那進入五庭新觀 剛剛這一個是不是講前面這個地方 然後二甘露門就是什麼 屬席 跟 第一個是不靜觀 這叫二甘露門 好 先看一下這個 這一張的前面 你有看到三靜音 剛剛那三個就在五庭新觀的前面 好 這三個有以後呢 你來修五庭新觀 才有辦法修得很好 這個在季色論裡面有討論到 我現在先講 好 所以我們賢聖 先有賢慰 才有聖慰 這個 這邊還沒進入聖慰 你的賢慰沒有 你就沒有辦法進入聖慰了 所以這個叫 聖解脫行的生活 是從三靜音開始 身心遠離二陰二元二有 好 然後呢 喜足少欲 然後四聖慰 再來呢 進入的是五庭 五庭新 好 這邊我寫一個文是說 這個時候可成就的是文所成慰 因為呢 你聽到怎麼樣讓你的心止息下來 沒有忘念的方法 那你要去呢 聽了以後要去修 那這邊呢 他有不敬觀 慈悲觀 因緣觀 戒差別觀 跟熟習觀 好 那當你的二甘露門 不敬觀跟熟習觀 修得很好的時候 好 慈悲 因緣跟戒分別觀 也就可以慢慢出現了 所以五庭新觀修得很好的時候 就可以進入這個 別項念處跟總項念處 各位知道是什麼吧 四念處 好 在修四念處的時候呢 我特別這邊畫一個黃色式 這時候就要思所成慰 因為我們要觀自己的身受心法 身身觀念處 瘦瘦觀念處 心心觀念處 法法觀念處 身受心法從你的自身 開始去觀 因為剛剛五庭新觀裡面有這些了嘛 好 這個時候呢 你再去觀 你的身受心法裡面又不敬苦 無常我跟五庭新觀有一些相同 不過這與重在的是呢 思維修 思維修 你要去觀的部分了 然後因為你的屬習觀 讓你的心先靜下來了 你才有辦法進入觀 剛剛講 只要先修好才能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的身受心法一個一個呢 都觀得很好 叫別項念處 一個一個呢 修得很清楚以後 再來你就修總項念處 就是你一次呢 就全部身受心法都觀到了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就是思索成慧 所以在三賢位的時候呢 就文索成慧思索成慧 是在這個位置 好 那我回去上一面的 那這邊呢 他後來演進為三賢門 三賢門再加一個呢 是界分別觀 然後這五庭新觀 所以從要進入五庭新觀裡面 還有三靜陰 這個三靜陰呢 各位呢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有一些人以為 從五庭新觀就直接進去 這三靜陰有以後呢 這個後面 才有辦法修得很好 好 那再來這個賢位有以後 才有聖位這個後面再講囉 好 一念賢帝呢 在正賢為先導的修行當中呢 知苦斷疾正滅 叫做賢滅得到 好 那他意思說 他一下就進去了 所以他賢滅帝就得到 大中部跟分別說部 分別說部是上座部分出來 但是他比較接近大中部 他們呢都是一念賢帝 好 賢滅得到 所以下面他講說 在這個大中部裡面有個說假部 就是說所有世間的 法跟出世間都是假的 他講若見無違法 積離生滅 是滅帝 好 這時候四帝就一時完成了 所以如果以剛剛這張錶來講 他是跳到哪裡 從劍到位在這個位置 從我們剛剛這個凡滅要從山 禁一之五庭 行關別相念處 總相念處 軟鼎忍四帝 他已經從四第一法跳到這邊了 一流果了 好所以呢 這個前面的路不是說他呢 用跳過來的 而是他以前已經修過了 才有辦法 一念賢帝速度這麼快 所以我說呢 一時見四帝 一時離苦 一時儲疾 一時得滅 一時修道 就是一下子全部都完成了 這是頓的 這個好像我們剛剛看過了 那怎麼樣修行才能見真理 不是從論理中得來 而是修行者以四身的修 修行經驗去呢 把它呢 變成了從正出教 好所以論裡面是從正 他正的以後出來以後再去教 然後形成不同的修行次第 所以代表是不是這兩種都有 這兩種都有人成就過 才會有這兩種說法 所以他認為 這是應順導師認為都可行 佛法中的阿羅漢有 會解脫也有聚解脫 所以會解脫的是以法助治 知道緣起的因果生滅 緣起是十二因緣嘛 好然後呢 因果生滅他呢 可以贈得的 那交官世間的法 他會慢慢的一層一層 交法助治 那如果拒解脫是 呃怎麼樣 定跟會同時都達到 定力也很深了 有可能他達到的是呢 初禪二禪三禪以上的定力了 或到了滅禁定都有可能的 所以剛剛我們不是在那個 直觀大一看到神通嗎 至少他們有一些 拒解脫阿羅漢都還有神通 三明六通都有 所以他們能夠深入禪定 那因為禪定的力量會怎麼樣 更快見法 我們剛剛講世間的 世間所學更都要專一心思才能做好 更何況是修行的路 因定要深入很深的定 才有辦法 那就是以捏盤字來得正 這個是拒解脫阿羅漢 它是捏盤字 這個是法助治 阿羅漢如此呢 在初見地理的時候 然後就有這個 這裡的地理什麼意思 建道 是以法助治建道呢 還是這個法助治就變次第建地了 然後以捏盤字正出國的是一念建地 剛剛講他就從凡夫直接到四第一法跳過來 變成了建道尾 所以這個是跟修學的根性不同 修正的建地也因為在傳授上 赤地上有所不同 那元祈法呢 我們前面有介紹的是十二因元 它有一個必然的歷程 所以呢 世尊在跟虛生 有一個虛生的經呢 開示的時候跟他講 先知法助治 後知捏盤治 就是以虛生的根性來講 他是一個外道 後來來佛門修行 他覺得他要先有一個赤地的修行 然後要了解元祈法 有無生滅依元去觀 這個無常苦無我的法助治 在十二因元裡面呢 你可以觀到 然後因滅果滅就陣入了 這個積滅了 當你最後最後你還是呢 在法助治一支修的時候 你一直斷煩惱 斷到後來你要陣入最後的 這個果位的時候 還是要來到捏盤治 只是他要什麼樣 先有法助治 後有捏盤治 是赤地 建地 如果你是一直念建地 那就直接用捏盤治了 他就沒有法助治了 那正建苦果是由極的因 了解因而來 然後能夠干果 所以呢 如果苦的極因滅而不起 就能夠滅一切苦 這個就是法助治了 他是還是要用慧為根本去修行正道的 這個地方我先看一下這邊 這個一樣 這是在犧牲經裡 不過這裡講的比較清楚一點是 佛陀對犧牲比丘講 不論你知不知道 你要先了解法助治 就是元起法 然後你才能了解捏盤 這是在阿漢經裡面 所以我本來這個單元裡面要進入阿漢經 那我就把阿漢經加入在 布派佛教的一些理論 這樣子才不會 因為布派的理論比較枯燥一點 那法助是安助確立不會錯亂變異的 性質 我們從無名原形 是 名色六路 觸手愛曲 這個元起法我們都很清楚 然後呢 你要從自己去現實生活當中下手 去看到元起的無常無我 了解 這樣子呢 會起 為什麼我們會起一個愛著 為什麼會讓我們痛苦 那我們就要從當下裡面現觀去解脫嘛 對不對 阿彼達摩就是要教我們現觀 然後但是你知道這個法助治 它就是一個人間的經驗 對不對 所以教法助治 這一個呢 是 我告訴比丘的話 那我就先把十二因緣放出來 因為在十二因緣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是經驗 這是人 人間的 因為我們從前面我們還看不到 但是來到這個咖啡社這個醋呢 我們就會知道 它在大地法裡面 我今天還沒介紹 在你醋的當下 我們就會產生了 瘦 但是呢 如果在十二因緣 這是雜含經裡面 293的十二因緣 它在修的時候呢 它是元起法裡面去修的 剛剛不是講 這個元起法你要很清楚 你的法助治你就會出來 有法助治你才能進入涅槃治 那這個法助治是 在阿含經 雜含的273經裡面 我們有誓以後呢 但是你的明跟色 就是物質跟精神 所以我的眼根呢 看到外面的色成 這都是物質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的眼誓呢 要透過 怎麼樣 明色元 四還要來呢 緣起這個四 這個四呢 才會產生出來 所以我現在呢 五根呢 我看到這個東西 但是我的四沒作用的時候 我只知道這個形狀是什麼 我沒有去分別它的時候 我不知道它是一個麥克風 所以呢 六四再加進來 所以這邊呢 它就 在經文裡面 元眼色生眼四 是三四合合 三四合合就是 眼色成 然後生眼四 好 然後但是這個時候呢 是我們照十二因緣來到這裡 是你的六根 觸六進了 有觸了 然後你這邊 才會再回來這裡 所以這個觸的時候呢 它會怎麼樣 好 先明色元四 然後四也元明色 這邊呢 就互相圓 然後這個四呢 呃 是怎麼樣去了別呢 是從觸的當下去了別 因為有觸的當下是針 我腳戳到針我會痛 好 如果我踏到的是地板 是一個毛的地毯 我就很舒服 所以呢 觸呢就會生出我們的壽 壽相思 所以這個觸呢 它就會引申我們的心 這個名法裡面的壽運 想運行運 好 然後呢 這個地方呢 它就會再來四這邊作用 我們的四呢 就開始會產生了苦壽樂壽 那我為什麼要在特別十二因緣這邊畫這樣子呢 修行在這個位置 就在這個位置 它不是剛剛講法柱字嗎 它就在這個現觀 你的經驗的當下 你要觀元祈法 是因為我今天打赤腳 我不小心 我才會踩到這個尖銳的東西 所以才會痛 當你當下觀這個因緣法 是一個因緣的時候 你的心會不會起一個苦 或是成形 所以我們看一下 如果這邊 好 回去上一章好了 這邊是佛陀去開示的比丘 魚吃無聞凡夫 生畜生諸壽 當然你的畜呢 會讓你產生一些苦壽樂壽 真諸苦痛乃至奪命 仇憂稱怨啼哭毫乎 心生狂亂 好 那這個就是呢 因為你受傷了嗎 被這個 這邊講到見瘦道 當於耳食增長二瘦 因為呢 你本來見瘦道的時候 你身體會苦 好 那你的心呢 如果這個時候很清楚 知道這是一個因緣法 不會跟著他的手 你的心呢 就不會苦 但是如果我們一般的眾生是 身先苦以後 心呢 就馬上跟著苦 好 譬如呢 這個 這也四夫 他打錯了 然後身被雙獨見 即生痛苦 多人勝地子 身處身苦受大苦逼迫 乃至奪命 不起憂悲稱怨 啼哭毫乎 心亂發狂 當於耳食呢 只受一支劍 哪一支劍 只是身受苦而已 如果你這個時候呢 又心呢 跟著的話 就變成兩支獨見了 就是 你的心呢 也跟著苦 所以這邊心不苦患 這是修行的大修行輪 可以達到這樣 所以佛陀在 領悟涅槃的時候 他是生苦 心不苦啊 那我說 是等解脱於生老病死 憂悲惱苦 所以 真子設立佛呢 就長者說 多聞聖地子 如實之以 不生愛樂 見色 所以知道這個色身是一個因緣合合 剛好這個時候呢 他的這個因緣呢 是受這個苦 見色是我 這時候執著這個色呢 是我 是我所的時候 你的身就會開始苦以後 心也會跟著苦 所以他這邊講 你身呢 本來因為這個色身一定會 感受到不舒服 因為他的四大事呢 跟著外面的這些呢 運作的 但是你的心可以達到苦 這是法術制的時候呢 他在修的時候是這樣子 那佛陀的地址大部分都不是根本定 不是根本定 是粗茶、二茶、三茶、四茶 所以呢 他們也沒有神通律 都是以法術制 要現官嘛 法術制究竟解脫的比較多 雖然呢 捏盤的激滅境界 一般凡人沒有辦法了解 但是緣起的事件 剛剛這個被針被劍吃到 這個大家應該都有經驗吧 有沒有人不受傷的 不會吧 好 但是因為我們在受傷的當下 我們都會起誠心跟苦心 那這個就是看你自己的定力有多深 你的官 你的官緣起的功夫有多強 緣起的世間是人人都可以親身體驗的 所以透過如實之道 世間緣起的橋樑 才能夠呢 獲得出世間的解脫捏盤 這也是重 不過這也是從法術制 再進入捏盤制嘛 剛剛這個法術制在官緣起的部分 所以在那個虛生經裡面 先知法柱子後知捏盤制 那謝比丘就是以這樣的次第 從專精思維安住於不放義 然後修理我見不起諸煩惱而震入的解脫 所以修學的要先策悟因果的必然性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十二因緣的緣起 如實的知道緣起 依緣起而知無常 因緣法的東西是無常嘛 所以這個無常就會一直在這邊變化 所以這個無常有可能就 你會遇到的時候你就 當下知道它是一個因緣法的時候 你就會放下 然後無我 無我所實踐究竟的解脫 這是應順導師的話 這是經典裡面 經典裡面這一段還是可以看一下 它講的還是從十二因緣裡面講 這是虛生經裡面 活頭開始就從十二因緣去教他 唯願世尊為我說法令我得知法柱子 得見法柱子 怎麼樣是法柱子 活就告虛生 一意迎合 有生就有老死 不離沒有離開生 你還是永遠都是在老死 如是生有 那有無名就會有行 沒有離開無名 你就一定會有行出現 乃是沒有無名故 都不可能沒有無名 所以無行 不離開無名滅 而行會滅嗎 就是說前面這個緣起都一個一個 次第這樣子而來的 這個等一下看好了 再回去剛剛我們這邊看到這裡 所以這是初期大勝的思想前開展 裡面這一段話也是剛剛我們 剛剛看到的經文的部分 這個地方 所以延起法本身就是一個法性法柱 然後你要看到這樣五韻的 身心運作的這個程序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十二陰元裡面的 行無名原形 四明色六入處 在那個地方是一個關鍵 如時之 然後你能夠厌離欲滅 而得解脫 你可以這邊得到解脫字 所以當他們達到解脫字 這個定型句應該大家都聽過了 我身已盡犯行禮 手作一半不受厚友了 這是他的煩惱 因為其實我們遇到的災難苦難 我們當下心都會起貪真痴 隨意要流轉 那你的心已經沒有這些問題 你能夠現觀的時候 那達到 這裡的意思說 它不會再造業隨意要流轉 雖然沒有禪定 這裡重點是 這個法柱字只是我們要基本的一些禪定 至少你要還要到未到地定 不用道出產 但是要有未到地定 因為我們剛剛的無間道跟解脫道中間 都要有未到地定 進行定去做他們之間觀的基礎 所以煩惱已經生死已了 所以他們是用智慧 那捏盤字呢 就是生前就憲政捏盤的 絕對的超越 是大聖裡面陣入空性的 他名為憲法捏盤 到滅禁定也有去解脫 所以這兩類阿羅漢都有可能 看一下我的 再把這一張講完 這一張裡面他就講到說 在世尊的教書裡面呢 阿羅漢的智慧有先後層次的 是 這個先有法柱字再打捏盤字 那就剛剛這一張是 前面這個我們剛剛就看過 第二個捏盤字的話呢 他通常呢就是在還沒 因為他頓觀一下就見到了 所以呢他憲政的捏盤的時候 他是要立跟阿羅漢 因為他有定律 所以他一定會有三明六通 定會去解脫阿羅漢 那雖然有這樣兩種 從法術制再來到捏盤字 那有一種人是直接從捏盤字進去 不過呢 都一樣這裡特別 生死究竟解脫是都一樣的 以我們活教來講 哪一個是主流 這個才是主流 赤地劍道 大部分都是會解脫 剛剛講嘛 那個是鳳毛麟角的人 是很少的 是現觀捏盤是要有深定 要超越時空 明言理想 因為後來呢在我們 好這些下禮拜再介紹 再去統計一下 當時候在虛聲經裡面有講到 當時候的會解脫阿羅漢有多少人 定解脫阿羅漢有多少人 先看一下這一張好了 跟活陀同住的五百阿羅漢當中 九十個是得到宿命通 天眼通 入境通 這個是我們北傳的阿韓經 我們要南北傳對照看資料才是正確 這樣子有三明六通 三明 好 然後呢 這個九十個呢 是沒有神通 只有定跟會的去解脫 這樣其餘呢 五百個嘛 五百個 剩下的三百二十個呢 是會解脫 會解脫就是法柱子的 好 與之相當的 再來呢 看到相應部是南傳的相應 阿韓經叫做南傳的尼喀亞的雜喊 好 他裡面有提到六十位是得三明 六十位得宿命 好 然後天眼 露境 神族 他心 天眼 好 這邊他就把這個六通而已 多了這個六通的部分 這上面這個只有講到三明而已 好 那六十個呢 是定會解脫沒有神通的 好 其他的三百二十位呢 一樣這個是九十九十 這邊是六 三種六十 好 再加三百二十 都是呢 會解脫 數目稍微有一點出入是他把這個三明六通分的比較詳細而已 其他的三百二十位會解脫是都相同的 對 所以呢 可見不會根本禪定的會解脫阿羅漢 佔多數 但是不是代表不用修禪定 根本禪定是什麼 出禪 要進入出禪 如果你有時間回去看一下 還要 前面的功夫呢 很多層才有辦法進到出禪 所以 基本的那個 御界定跟味道定 都要有 才有辦法進入會解脫阿羅漢 所以可見 在佛陀時代 這一類會解脫阿羅漢 還是占大多數的 我今天都看到這裡 好 請合掌 我們一起回向 願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 好 各位在各自回向 的 我 你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